那么我们今天提告的这个罪名就是刑法的加重诽谤罪 犯罪事实有两次 那么为什么会有两次 因为在记者会的时候 王宏威女士用不实的资讯来抹黑我的当事人林志坚先生 那么在林志坚市长中午12点半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之后 没有想到王宏威女士接着在下午的FB的粉丝专业 仍然做出不实的抹黑恶意的这个毁谤 那么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两个犯罪行为来提出这个刑事的告诉 我今天是说当事人我们新竹市市长 林志坚的委托 来这边对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提出刑事加重诽谤罪的告诉 那么我们今天提告的这个罪名就是刑法的加重诽谤罪 犯罪事实有两次 一次是昨天早上的记者会 一次是下午的粉丝专业 那么为什么会有两次 因为在记者会的时候 王宏威女士用不实的资讯来抹黑我的当事人林志坚先生 那么在林志坚市长中午12点半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之后 没有想到王宏威女士接着在下午的FB的粉丝专业仍然做出不实的抹黑恶意的这个毁谤 那么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两个犯罪行为来提出这个刑事的告诉 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个刑事诉讼的方式来使这个当事人的名誉能够得到弥补 得到这个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我想林志坚市长过去八年在新竹市的政绩有目共睹 但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市政上做文章 只能出选举奥薄做人身的攻击做人格的谋杀 我要强调这个不但是摧毁林志坚的三部曲 更是炮制这个林志坚版的宇昌案 更是企图影响选情抹黑的认知作战 我相信选民都很有智慧 林志坚市长使用自己参与的研究何来抄袭 何况科管局跟中华大学的当事人也都表达利益没有受损 所以国民党这样的二指的抹黑扭曲 只是在在凸显他们对桃园选情的心虚不知所措 我想林志坚市长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按您控告 除了表达遗憾痛心 更是要强烈谴责 我们呼吁当事人停止这样造谣抹黑的认知作战 停止这样造谣抹黑的肮脏手段 以上谢谢